你还记得,小学课本的那些课文吗?在看小时候的这些文章,少了纯净简单,却因为人生的历练,多了一些滋味,01,客舟求见,船已经走了,万里大海,哪里寻得见的影子呢? 小时候觉得,客舟求见的人,真是个大傻瓜,长大后才发现有时人也一样,明明人已走,茶一凉,却还是抱着回忆的记号,执着等待着,我们有时,不也跟他一样傻吗? 02,掩耳到零,一个去偷东西的人,觉得把自己的耳朵捂上了,铃声也就不存在了,而今有时,我们爱着一个人,所有人都让你远离他,你却捂住耳朵欺骗自己,说我不听,你们不懂他的好,我们孤注一致去做一件错事的时候,还是觉得除了自己,没人理解你,小时候以为课本拿蠢人的我们, 长大了才知道,好多人都在银耳盗铃,自欺欺人,03,跳山公,小时候为跳山公而感动,甚至不论做什么事,只要一心向着目标前进,不不踩实了往前走,总有到达目的地的一天,长大以后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口吃个胖子,加班加点埋怨万分,这旺季路是一步一步熬出来的,04,赴京请罪, 连坡脱下战袍,背上金桥,到令相如府上请罪,自此,将军何改相同心保卫国家,小时候,只觉得令相如聪明,连坡知错能改,长大后,才发现,成人都很高傲,出错后理由总是千千万,即使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不愿意低头认错,低个头, 为自己造成的错误向别人道歉,到底有多难,为什么人长大了,却连最简单的道理都忘了,05,亡羊补牢,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失去了羊,便赶紧修补悲蓝的漏洞,一切都还不完, 小时候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怎么会没人懂呢?长大了才发现人有多脆弱,有时走错一步,很容易崩溃,破罐子破摔,其实又何必呢? 你的改过不能挽回现在的事,却能帮助你赢得未来,人生还早,何必消极到老,06,陈毅是墨水 陈毅小时候,因为读书而被寝忘时,妈妈为他准备了芝麻酱用来配饼吃,他却误把墨水当成了芝麻酱,还占着吃得津津有味 小时候的我们,看这段故事,没觉得恶心,反而也觉得津津有味 据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犹太人或爱读书,而我们多久没有好好看书了,即使手机再好看,书中也有人生更美的滋味 07,骆驼和羊,骆驼和羊,一个高,一个矮,他们各做了一件事,拼命向对方证明,自己的身高才是最完美的 却看不见对方有自己没有的长处,长大后,我们对于潜在的竞争对手,心中总有一万个凭什么 就像是不服气彼此的骆驼和羊,承认对方的优点,正是自己的缺点有那么难吗? 为什么小时候很容易做到的事,长大以后却那么难? 08,买毒还珠,楚国有一个人,看中了集市上装珍珠的盒子,于是买下了木匣盒子,却退还文匣中的主角 珍珠?我们都笑话他,不懂得宝贵的价值 长大后突然发现,宝贵的品质好比盒子里的珍珠,华丽的外表像是迷惑人的盒子,为了盒子丢掉珍珠的 大有人在,断外表意,变人心难,零九,画羊桃 图画刻上练习画羊桃,作者根据自己看到的,把羊桃画成像个五角星的样子 同学们觉得好笑,却不懂得不同的视角,羊桃,也有不同的形状 长大后才知道,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到别人眼中的羊桃,是多宝贵的品质,能够顺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 才是最高级的善良,是从百草原到三位书屋 百草原成在了鲁迅的童年,带他到了三位书屋,还时时回味着,充满同居的三位书屋 充满回忆的课本和书,有些情怀总是诗,有些日子,过去就再也没有了 十一,司马光砸钢 小时候看到司马光砸钢的故事,除了感慨他的智慧,也钦佩他的果感 长大后,路边摔倒的老人,要先录像,才敢去服,尽全力去医治人抢救无效的医生 动辄就要被围攻,咱们救了人,有时候却还要赔一个钢,这究竟是谁的悲哀呢 十二,一路花香 有一个破罐子,一直很羡慕不破的罐子,觉得自己是去体残破 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可后来他才知道 他的主人每天依然带着他,是因为调水回来的路上 破罐子漏掉的半罐水,恰恰交挂了路边美丽的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即使你觉得自己很普通,甚至很渺小,也永远不要丧失生活的希望 因为你可能就是一些花儿的希望,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十三,端午的鸭蛋 小时候,太光俊奇先生写的端午的鸭蛋,馋得流口水 他回忆起家乡的鸭蛋,也回忆起了家乡 他还引用了一句诗词,曾经沧海南为水 那也是第一次见到这句诗 长到后才明白,童年的回忆有多珍贵 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 时光,已不再是童年时光,我们,也不再是少年警示 那些课本中的道理,在岁月中泛黄 如今在看时,已成了人生本来的模样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